你有沒有想像金量的票有個兩千萬的金融是怎麼樣 呃... 覺得很開心啦 這算是電影史上算是 應該沒有這樣子過吧 但... 呃... 就是希望說 可以藉由這個 電影 然後讓人家 就是對於這個 傳銷啊 直銷啊 老鼠會的一些些 不一樣 那主要還是要 一個很正向的 就是 提供大家一個希望 立志片 主要 那今天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傳銷上線 然後 因緣際會認識了威廉 然後讓他從他的人生低潮 飄潮的開始 那當然 其實今天可以聽到 票房在還沒有上映前已經兩千萬 我們大家都眼睛為己一樣 很正奔 因為講說 好像銀石上從來沒有一個預購 就已經是兩千萬的票房 所以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呃... 比較正面一點的看待 傳銷 呃... 這也是蠻了不起啊 裡面 其實這部電影 沒有任何激情 沒有任何... 甚至 連吻戲都沒有 然後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個好的成績 我覺得還蠻感動 是不是重要 是啊 不錯 嗨... 安東長 哈囉 開心嗎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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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特別 今天 日比野玲也跟老婆一起來 所以很感動 他自己花了計票錢 然後再有老婆來 哦... 那天是他們長的戲 你也說這樣講中文 你也說這樣講中文 你來台灣有其他人嗎 嗯... 嗯... 每天... 嗯... 明天可能... 講中文 講中文 中文有點... 中文 講中文 嗯... 嗯... 英文很難 真的是廢台詞 因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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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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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跟他對... 算是跟他對戲 最多的人就是我了 然後聽過他要講一些中文台詞啊 就是會有一些諧音 就是... 很奇怪 他講說... 金... 然後又有一次好像講什麼 金子 然後... 他在講什麼 然後... 然後... 他說金... 要講金音之類的 就你以後努力就會變成金音 他講金... 金子... 就是... 就是我就覺得... 哇... 然後導演就說 沒關係... 如果你想要笑 因為它是一個生活的東西 反正他們在... 日本人在學中文 本來就是有這個 就是你就笑他 但我一笑的時候 他就... 蛤... 我講錯了嗎 他就會害怕 因為像我在裡面 也會講一些日文 對... 就是... 我想趕快把他講完 就講掉 我以為你的日文台詞 很奇怪 很奇怪 對... 他覺得我的日文台詞 也很奇怪 哪邊很奇怪 他有什麼劇 很奇怪 那邊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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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好像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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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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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譯的話 要怎麼翻出去了 那可能就是威廉... 那可能就是威廉... 威廉裸奔 我... 裸奔還好吧 我覺得大家比較想看你 跟鍾瑤一起裸奔 沒事我先走了 怎麼樣 細節講清楚 我覺得其實破譯 當然就是一個很... 很偉大的一件事情 那... 到時候看 怎麼清楚 可以大家再討論 先來個宣言吧 因為粉絲就為了想要看你偉大的事情 誰就努力的買票 差八千而已 算了吧 我在八八班場 露成這樣 也沒有怎麼樣啊 所以其實 我對於我的肉體 近一年還滿保護的 但我覺得希望... 希望就是如果破譯的話 可以... 也許可以再回到那個... 其實不厭廷那裡很漂亮 可以裸奔 真的嗎 裸奔... 你很漂亮就是... 對... 後面那兩個字 後面那兩個字 裸奔... 裸奔的部分 好想看 不要鬧了 正面... 因為到時候裸奔 他可能已經進入冬天了 到時候不是很好看的 秋天還好 想要經常 那冬天哪裡會見到 欸... 這很... 你問一下其他男生 你看 各位大哥 是不是冬天的時候 你有時候都羞於見人啊 哈哈 很高的 很高的地方 為什麼 這個地方就發生了 很奇怪 很奇怪 他就是在懸崖旁邊拍節目中 他覺得這是很特別 這是在我們地圖的鏡頭那邊拍的 對...在小屋旁邊 可是那個小屋現在好像已經不... 已經拆掉了 對 所以... 我也要不要講一下拍戲 因為林賢子也不在 有沒有什麼特別壓力 大力 還有做什麼樣的功課嗎 他已經是千萬巨星了耶 應該沒有壓力了吧 沒有...但... 呃... 我覺得是因為 我以前 因為畢竟還... 不是... 表演本科系出身 那... 呃... 其實跟千佩還有很多的 一些戲劇經驗跟中瑤 然後... 還有雪鳳姐 他們都算是... 對我來說都是很硬底子的演員 跟他們演戲 我其實是有點壓力的 我好羞愧喔 沒有...真的... 我就壓力很大 我... 雖然說我在片場就是... 在嘻嘻哈哈 在鬧啊 但是... 我覺得... 在我自己... 雖然說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是想說 因為演一個魯蛇的一個... 找不到工作的人 我是有刻意吃胖 雖然沒有人理我 但是... 我是吃胖四五公斤 對... 雖然說臉還是看起來很小 但我... 那時候是真的有認真的吃胖 也不敢上健身房 就是為了想要讓... 自己的眼神看起來 比較沒有自信一點點 因為身為一個帥哥 就是... 要讓自己很沒有自信 不容易的事情 哈哈 一...一早起來 我都跟自己說 我不帥我不帥 要講三次 我才敢出名 這個方法蠻好的 因為之前我跟千佩也不熟啊 然後... 其實有... 幾段是... 導演希望我們可以... 有一些親密的感情 有一些啦 有一些情愫在 但... 就是... 但我們... 就沒...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那時候 蕊的時候也沒有特別想 往... 朝這個方向走 對... 因為在這個... 他畢竟還是我的上限 我不能對他有太多 樂舉的一些行為 是... 所以自己會有... 談辦公室戀情嗎 如果我是辦公室員工 一定談慘 哈哈 一間公司一間公司的壞 哈哈 我自己有想過 你有想過嗎 因為就是進學了 我才先得樂這樣 嗯 其實我們在合作的 跟感情系的那一塊 是我們最不熟的時候 然後反而是 越拍越熟 然後... 拍一拍 然後... 就下心了 其實蠻可惜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更多火花吧 嗯...也許是 金鐘嗎 嗯... 星星 會不會覺得... 嗯...不會啊 就覺得還是很祝福 余百可以... 就是... 奪下金鐘 希望... 起碼已經入圍兩個嘛 主持人跟講... 主持人跟節目講 都希望就是... 可以... 起碼... 帶走一個 然後... 最希望就是... 凱樂... 可以得到... 就是... 主持人獎 對... 就是明年再來囉 對啊... 也不用什麼遺憾啦 對啊... 因為後來我... 就了解之後... 是一些報名的... 機制的問題 對啊... 對... 這個... 金馬這件事情... 也不是我一個人所... 可以... 希望啦... 但是... 希望大家我們可以一起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戲裡面有幾段 是我覺得還蠻感人的 那... 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我收掉笑聲之後 這是一些... 比較... 不一樣的我吧 對啊... 深情的一面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